字幕提供 聯繫著兩座山巒的吊橋 正是太平村的重要景點 太平雲梯 是目前全台灣海拔最高的吊橋 總長281公尺 可以遠眺整個山巒 幸運的話 還能遇上大雲鋪喔 真的很有雲霧飄渺的感覺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走上吊橋 然後漫步在雲端 但是這座吊橋它是有人數限制的 所以記得一定要先購票再走上來 這道橋它是採單向通行 走過去就沒有辦法再回頭了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裡有非常完善的步道規劃 走到盡頭再順著步道走 就可以抵達太平老街囉 踏上吊橋不搖也不晃 非常穩固有寬敞 可以看到剛剛上山的36彎 天氣好時可以遠眺加南平原 也因為地勢有海拔一千公尺 山嵐 雲海瞬息萬變 常常會有山嵐或是起霧 雲霧飄來時一陣寒意 下一秒又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下 真的有種漫步在雲端的感覺 在鏡頭的山頂上有一個小涼亭 聽說涼亭上面的風景更是好 可以看到整個山嵐 雲海 還有吊橋的全景 然後在這個涼亭上面拍完照 再往下走就是老街囉 這個就是燈籠花 真的長得很像燈籠喔 它是太平地區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花朵 代表著光明還有天丁 也象徵著太平地區 順順不息代代相傳 但是你除了小花之外 其實也可以選擇來一份燈籠餅 它裡面是吃得到燈籠花耶 燈籠花的造型十分的討喜 每一朵都能吃到燈籠花喔 散發出淡淡的香氣 這裡除了賣燈籠餅之外 還有一些招牌小點心 就是這個良心茶葉蛋 有一天下午老闆想說 要到後面倉庫去拿咖啡豆 這時候太平國小的小學生下課 經過了這家店 聞到濃濃的茶葉蛋香 就被吸引進來 很開心地夾完茶葉蛋之後 老闆不在家 於是就拿出自己的作業本 撕了一小角 寫了茶葉蛋20元 然後放在桌上就離開了 看到桌上放了這張紙條 覺得小朋友非常誠實 又非常可愛 於是就決定延續這樣的方式 來賣茶葉蛋囉 可別小看這一顆顆 看似普通的茶葉蛋 這可是承襲老闆媽媽的愛心配方 選用太平高山紅茶入味 有原味跟辣味 微涼的山上最適合來一顆 暖呼呼的茶葉蛋 在小花園裡可以發現許多老闆的巧思 除了有花朵值在裝點 還有各種可愛的愛心盆在意賣 簡單有創意的點心加上老闆的布置 讓人十分放鬆 這些發想來自於原本是上班族的老闆 想跟大家分享山中的悠閒 店裡擺放著就是老闆製作的產品 主要有黑糖薑母片 薑母茶磚 選用海拔1000公尺的薑母 還有甘蔗製作而成 是冬天暖身的好東西喔 一般我們都只看到 市面上賣的是包裝好的 我第一次看到現煮薑母耶 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山上的薑的質量比較好 會比較辛辣一點 你的薑吃起來很甜耶 因為我們這是要用熬煮的方式 跟市面上的 上面的 人家只是薑片上面只是上糖粉 是不一樣的 對 它真的是把黑糖煮進去這個薑裡面 對 好好吃喔 而且真的真的是 第一次吃到新鮮的黑糖薑母 就是這樣 這一鍋是不是還是很新鮮的 大概煮多久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而已 一個多小時而已 對… 旁邊這一鍋感覺很厲害 對… 這一鍋是現在是目前是最好吃的 就是它這樣子熬… 熬多久會變這樣子 要將近八個小時 才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要九個多小時 才會完全好 就是它下面現在還有一點 非常濃縮的黑糖漬 然後要等它整個收乾對不對 我可以有榮幸 現在就品嘗一塊嗎 好 可以 這個我怎麼形容啊 這個是 它是完全整個湯汁 都收進去薑片裡面的 這個是蜜地瓜嗎 你看這個色澤 黑糖薑母 吃下去真的是不會有那種 薑片 心情是吃辣辣的那種感覺 它很像在吃糖果 可是你是要吃進去 全身暖乎乎的 對 而且人家說 吻都有純正的那種 甘蔗香的黑糖的香味 而且老闆剛剛有說 在整個這個山區 很多的薑都是老闆他們在收索的 所以造山區最好的薑 就是要來造老闆 對…對不對 因為我們山上這邊的薑 唯一的特色就是 會比較辛辣 所以說一些蟲它不敢去吃它 種植的時候它比較不需要 就是說有放什麼農藥之類 屬於就是比較有機類的東西 每一片薑片厚薄一至 炒過的黑糖完整的沾附在薑片上 每一口都有黑糖的香甜 中和薑母的辣度 隨身攜帶當零嘴很適合 像是這個薑母片的話 就是早餐吃完來一片 然後整天就會覺得身體暖乎乎 如果是想要整天 都有這種暖乎乎的感覺 就可以來這個薑母茶 特別是冬天還沒來的時候 就一定非常棒 因為我現在講完話 然後從剛剛一直吃…吃到現在 我已經跟老闆一樣滿頭大汗了 哈囉 歡迎大家一起來 找我吃下午茶 這裡除了咖啡之外 還有很多下午茶甜點 從這邊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千層派 然後Q餅 手工餅乾 我最想要吃的就是這個 看起來超級特別 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多麼像一朵雲 它拿起來超級輕的 有沒有看到 軟綿綿的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 它的孔隙會是很大 但是沒有 它裡面是有沒有很細緻 它連吃下去的口感跟口味 是很清爽的 讓你覺得完全沒有負擔 然後它也很可愛 這個白色的叫做白芸 然後這個咖啡色的叫做烏芸 它是咖啡口味 然後這個就是原味 然後還有一個要跟大家特別介紹 就是這個Q餅 這個咖啡色的就是巧克力口味 然後裡面有加水果 它加的是香蕉 白色的這個 它裡面是鳳梨加堅果 然後要特別告訴大家的是 裡面所用的水果 都是無毒栽種 而且是老闆娘手工製作的 很像是那種沙芹馬 可是又比沙芹馬再更加的鬆軟 然後有Q度一點 而且它甜度沒有那麼高 又不黏牙 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就倒是有點像是那種 牛軋糖的感覺 如果不喝咖啡因的飲品 可以選擇梅山的特產 梅子熬製成的梅子汁 酸甜消暑的好滋味 貴婦團必點的點心千層派 有咖啡跟杏仁口味 千層酥有著華麗的外表 和獨特的口感 層層疊疊的酥脆 混著糖霜甜而不膩 最重要的是讓自己好好放鬆 自在地享受一頓山中的下午茶 如果想要邊走邊逛老街 又想要潔潔嘴餐 推薦大家這攤手工現做粉圓 這裡有三種口味 冬瓜 鮮奶跟原味 那我們就先從古早味的 冬瓜粉圓 預備 好 這粉圓比我們一般看到的 珍珠還要小顆耶 這是剛剛煮的對不對 對啊 妳的粉圓已經好了 謝謝 老闆人超好耶 整整半輩都是粉圓 開喝囉 這跟我們一般喝到的那種 珍珠奶茶或是薄霸奶茶 是不一樣的喔 它這個因為是現做的 所以很軟很Q 我們粉圓是每天現做現煮的喔 這個是我剛剛派你在那邊 撈起來還是熱熱的 對 它是熱的啊 我可以單吃這個看看嗎 當然可以啊 單吃就超好吃的 剛剛看老闆搓粉圓 真的很有意思喔 本來只是一堆粉 然後就這樣子 一直搓… 竟然就變成這樣子 已經有粉圓的雛形了 一顆一顆小小圓圓的 真的很神奇耶 然後真的很辛苦 你不要看老闆是坐著 它在流汗耶 現在這邊是雲霧飄渺 就是有點微涼的天氣 它竟然在流汗 真的是很辛苦對不對 對啊 然後你看真的是 每一顆大小都幾乎一樣 這是比電腦還要厲害吧 比機器還厲害吧 對啊… 原來就是還要透過這個 塞的動作 就是可以把一些 比較小顆的塞掉對不對 對啊… 這樣才會把一些大小顆 去煮才會好煮喔 對… 你跟小公大小顆的 會不會適合會不會適這樣 對… 粉圓已經出好了 我們現在要來開始煮我們的粉圓 水滾了… 而且你看粉圓超級可愛的 水滾才可以放下去 輕輕的倒下去 然後攪拌 它就會糊起來 好 這家粉圓可是老闆手工製作 標榜無添加 只用單純的低瓜粉 馬鈴薯粉和焦糖 靠著熟練的手勁揉呀揉 揉出這一顆顆圓滾滾的粉圓 來到山上 好像一切都回歸了傳統 在這裡沒有什麼豪華的料理 但是卻有著勤儉純樸的美味 下次來到太平老街 別忘了來一杯粉圓喔 未 gigs 馬鈴薯 每到二 inch 喜點 五 Seoul